日本在古代是一個沒有文字的國家 西元三世紀 漢字從中國傳入日本後 倡劫的字會在日本主導開枝散葉 日本人假借漢字的草書創造了平假名 從漢字的部首發想出片假名 大和民族終於有了自己的文字 明智為新後 日本大量翻譯西方著作 經濟、社會、哲學、新聞、國際 這些在東方從來沒有過的名詞 都是日本翻譯家創造出來的和字漢語 在橫濱流亡的康有為梁啟超 心中仍然不忘微星運動 透過和字漢語將西方知識傳到中國 日本從沒有文字的國家變成輸出文字的國家 我們以為我們不會說日文 但我們一直在說日文 這就是傳說中漢字的逆襲 在你的名字動畫裡大量引用萬葉集的概念 萬葉集是日本最早的詩文作品 相當於日本的詩巾 萬葉集中所採用的假名就被稱為萬葉假名 這是一種完全用漢字表示日文的書寫系統 後來為了不要讓謝寫寫成 阿里加都漁國佐伊馬虛 日本將中文簡化 創造了平假名還有片假名 另外因為日文裡面有太多的同音字 譬如說校內寫真 以及口內射精的發音都是 所以日本也保留了大量漢字 來避免這種誤會的情況發生 日本長期以來一直輸入中國的文化還有知識 即使在幕府時代仍然透過徐光琪的著作 來學習西洋的數學 但是在鴉片戰爭後 清朝老洋務人士還在主張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時候 當時的日本分子 面對這些西洋的新概念還有新的技術 發現舊有的語言 根本就沒有辦法描述這些新的知識 因此將舊有的漢字重新組合 創造出和制漢語 在五四運動後 魯迅也主張現有的中文不夠用 應該要更積極的導入外來語 也就是所謂的 合制漢語 因此 長期的智慧在日本繁衍一千多年後 又以Mading Jampage的形式回到中國 然而面對合制漢語的逆襲 中國知識分子非常的不高興 中國翻譯大師嚴富認為 經濟的原因應該是來自 既然是經濟濟名 應該是政治的意思啊 怎麼會是經濟的意思呢 他認為應該用 技學來取代經濟這個合制漢語 此外像 物理學他認為應該叫做 格制學 而電話呢 應該有一個陽明 叫做德綠峰 嗯 各位趕快拿起你的德綠峰 來幫我按訂閱吧 最後 合制漢語獲得了勝利 如今 合制漢語已經完全融入現代的中文裡 沒有合制漢語 我們可能根本無法開口說話 在某種程度來說 我們說的中文幾乎都是日文 以前和一些日本人溝通或聊天的時候 他們會寫一些漢字 然後問我說 你看得懂嗎 我心裡又覺得有點好笑 難道我平常是在講菲律賓話嗎 日文漢字是從中文傳過去的 我當然看得懂啊 老實說我內心有一種躍躍感 認為日文是源自於中文 然後東拼四湊的改裝車 但是這個民族的財富水準 以及人民的素養 為什麼會比我們說中文的人來得好呢 我真的搞不懂 所以才會有一連串我拍的生日本系列 最後我了解到所謂的民族呢 或者是語言 根本就不應該有貴賤之分 日文源自於中文 所以會說中文很了不起嗎 我應該放下這種無味的優越感 文化是人與人之間互動的產物 好的東西或是有趣的東西 自然會被散播出去 以前大陸看了這麼多年的康熙來了 現在台灣人也會看中國有嘻哈啊 從這個角度來看 在我們的生活中 我們所有的語言充滿了合字和語 好像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而且雖然合字和語逆襲了中文 但是有時候我們也會再逆襲喔 日文的ズンデレ ズンツ是很難接近的意思 デレデレ是害羞臉紅的意思 合起來就變ズンデレ 後來這個字呢 傳到台灣以後呢 我們把它翻成澳嬌 後來澳嬌這個詞會傳到日本 日本人因為也看得懂中文 所以他就不禁止說 哇實在翻得太好了 果然是漢字的本家啊 所以說澳嬌就是我們在逆襲日本的台字和語 那麼什麼是澳嬌呢 我來為各位示範一下 人家 人家才沒有要你按讚或分享呢 我也沒有很努力的做影片啊 只是剛好就剪好然後上傳了 然後我也不要你訂閱啦 等一下 我們在這裡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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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